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片生态天堂现在也遭遇危机 有业者在这片土地上申请旅馆开发 附近社区的民众担心政府在利益的考量下 会释出这片公有地 到时路线的家恐怕就要变成私人度假别墅 好 我们今天在聊聊本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跟我讲完来分享 现在你说饭店要盖的地方是哪里 野子林这边 对对对就是这个区块 总共战地有多大 三公寺多吧 我资料看的应该是三公寺 它环品过了就是有条件 它就是说要做战刀或者开一条 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开一条马路给螃蟹走 怎么可能 我要去吹哨子 来 排队 往这边走下去产暖 这几年很多的公有海岸在财团开发的压力下 都变成了私人的游乐区域 也切断了原本社区民众跟海岸的连结 自己家乡的事情要靠自己关心 我们要带您到台东阿美族的比西里岸部落 他们要用镜头来关心部落的大小事 我会回来的原因就是发现其实最美的地方还是自己出生的地方 对 我们会回来就是为部落做些事情是因为要让外面的人知道 我们这个部落还有就是顺便告诉他们说 其实这里的环境很多 对 然后可以说可以在这里让自己心很平静 这种网络作为平台 网络是很开放的 很及时的 然后很在地的 我们部落的一些信息 很像是都是透过别人去讲 真正是我们部落的人在讲 几乎没有 那刚刚听了之后老师这样讲 Apple这个部分 是他的能见度更容易 所以我很 是很希望说把部落的东西 信息告诉在外面的一些游子 自己部落的人 那些外面的人 播了之后他们会回来感谢 你很感谢你有这样的信息 我在外面已经住了三四十年 都不晓得部落发生什么事这样 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原住民公民新闻 WATA的推广专案 如果有原住民部落的朋友愿意参加 也欢迎跟我们主动联络 自己的新闻自己报 希望Piple可以成为更多人 说自己想法的平台 欢迎更多人一起参与 Piple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